每周末是日本三联休的长周末 尽管日本进入第七波疫情 各地观光景点仍吸引很多游客 日本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数 17号来到10万5584人 这已经是连续三天突破10万人 其中光是在东京都 周日就新增了将近1万8千人感染 因此位于色谷这间 免费提供PCR检测的诊所 人潮络绎不绝 在疫情升温的情况下 民众都希望知道自己有没有染疫 另外这间位于千叶县的游泳池 原定明天要重新营业 但遇上疫情搅局 业者也加强防疫措施 日本这波疫情升温 主要是因为BFI变种病毒入侵 目前日本全国在家疗养的确诊者 大约有33万人 比前一周增加了两倍 再将镜头转到南韩 同样受到BFI变种病毒入侵的影响 南韩单日确诊人数在16号突破了4.1万例 是66天以来的新高 也是上一周的两倍 但由于几周前疫情逐渐趋缓 不少筛检站已经撤除 现在疫情似乎又要慢慢回温 许多南韩民众抱怨 周末假日根本找不到筛检处 另外人川机场又首度拦截了一例 新型变种病毒 BA.2.75 传出传染力是BA.5的三倍以上 但尽管如此 南韩政府仍不打算做入境限制 让民众颇改忧心 东西新闻 邓米金 众生杰报导